警察的暴力 第一次升级是6.12 那之后呢 川普说话了 川普说 那个香港的问题我注意得到了 那之后呢 中国就开始怕了 就开始暂缓 那个是6.13 6.14左右的时间 暂缓意思是说 那个法案 还是在那个立法程序里面 因为当时已经通过了一读 还没有完成二读 但是不撤回 就动在那边 说不会再推动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指责一个活人 说他是死人 如果这个暂缓 我们都收获的话 这个是人制的社会 而不是法制的社会 法制的社会要怎么样 那个法案磨掉就没有吗 如果你还悬在那边的话 还没结束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清楚 当时这样做法 我们香港人不愿意接受 6月15号的晚上 有一个人在金钟的PP 就是Pacific Place 泰国广场跳下来 激发起很多人的愤怒 因为他为了反送中 穿着黄色的雨衣而自杀 6月16号是香港 有人类居住以来 最多人的一次游行 200万的香港人走上街头 这个破了当时六四的时候 150万人的记录 是完全为了香港本土的利益 而不是为了北京的学生的利益 而去做的 200万人的香港人 完全觉醒的时候 中共吓怕了 那当时他的做法是怎么样 就开始文攻武嚇 这个地方 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中共中间经历了很多事情 7.1的立法会的冲击 7.21的元朗的警察 跟黑社会勾结打人事件 8月5号的三霸 就是霸工霸师霸克 导致了很多的集会分区执行 而且全香港都起义了 800颗催泪弹 到现在为止 接近2000颗催泪弹 已经在香港发射 2000颗催泪弹是什么概念 包括了很多过期的催泪弹 包括在室内发射的催泪弹 大家看看下一个slide 下一个张图 刚刚那个卡通里面的女孩子 是一个活人来的 当时她站在尖沙嘴警署 警察局就派出所的外面 她是一个救护人员 当时10个人左右 就站在公车站 旁边广告牌的旁边 行人路的旁边就是一个楼梯极 楼梯极的上面就是一个尖沙嘴的警署 警察呢 在警察署里面举着一个布袋弹的枪 就刚刚说的那种射耳啊的那种渴的枪 很重的枪就射出去了 距离呢 可能就是大概我跟摄像机的那个位置 这么远的地方 瞄准头的位置 水平射击 这个女生眼睛就下了 你想想看 这个是谋杀 对着头来杀 开枪 她的右眼终身失明 好 下一张 811还发生一件事情 这个是太古城太古的地铁站 警察呢 就是这么短的位置 是少于一公尺 开枪的 所发射的是 催泪球弹 她一打中任何东西 就会有白色的粉末 这会燃烧 会烧焦的 她就这个位置来打 记得这些示威者是已经想走了 后面是一条扶手电梯 下去那个地铁的大堂 他们要走了 你还射干什么 你当人家是蟑螂吗 是猪吗 然后还射完之后 还把一群人推挤 推这些人下去的一些电梯 这就是香港的警察 同一个晚上 第三张图 乔装示威者 这些香港叫二五仔 叫廖北亚 他们是完全穿黑色衣服 戴黑色帽 口袋里面戴着一根棍子 他们一冲到示威者的现场 就希望说 就打示威者 就同道好像打同道一样 之后把那个制服在地 给他们去镇压 再下一张 回方地铁站 疯狂的发射 不准在室内发射的催泪弹 然后整个烟雾弥 这个地铁站是室内的空间 它的抽风系统呢 基本上八层的空气都在里面去抽的 只有两层排到外面的 第二天的早上很多人要上班了 都是这样用 这些东西 这811的剪影啊 只是一天的事 还有每一天都发生了很多种不同的事 明天会怎么样 明天也会非常的可怕 他们想针对一些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去承凶 那现在局面怎么解 可能允许我多一点时间来讲讲 讲高一点的事情 自由是需要三个环节来维护的 自由第一个官要维护的是 宪政 法治 人权体系 第二官要再外围一点 第二围的是民主 因为没有民主 你很难有真正的法治来维护 第三官大家台湾都了解 你民主还是需要靠国家的实力来维护 所以很多人争取独立 所以民主 自由 宪政 法治 民主 独立 香港的年轻人已经通三官了 很多人没有到第三官 起码在2.5的地方停下来 那个叫自治 autonomy 完全地自治停下来 因为知道独立需要国家的国旗 别人的承认各方面的事情 跟现在台湾的情况一模一样 但大家了解实质上需要这些东西在 理想的状态是这样 但香港呢 香港人是怎么样 当你侵蚀到他的基本人权跟自由的时候 他会反弹的 当你害到他家里面的人 他会反弹的 我认识多少的家人从来不问政治 他已经在香港的警察里面了 他这种人会加强他的暴力 因为他把香港人视为蟑螂 蚂蚁 老鼠来看待 就好像当年的对图西族人的屠杀 好像当年的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屠杀一样 他把一个人物化来去做一个镇压的一个工具 同样道理228一样是这样 把人把它看成是非人来看 这一种是所有政府暴力的渊源